11月10日 知名歌手张志玲等人 在九龙公园出席港台器官捐赠日活动 作为此次活动大使的张志玲表示 和太太袁咏仪早已登记器官捐赠 也有灌输这个信心给儿子魔童 以爱传爱 在生命的尽头可以帮助到别人 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死了以后 如果能够继续凭自己的 不管是他的物资 或是他的身体 或是他的那种精神 去帮助别人 能够让人更进步的话 我觉得是意义非常重大 提到明天就是儿子魔童的12岁生日 他向言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太想和父母一起过 竟被叮嘱不要办派对 只要跟朋友上网打电玩就好 同时又透露了早前去房间找魔童被无视的趣事 好像昨天我在他旁边一直唠唠叨叨的 可是他说你可以先出去吗 然后他在跟他的朋友玩那个网上的游戏 那我也很理解 我就默默地离开了 至于剧集《十日风暴》剧组 勿用赵本山照片当一项被网批 身为出院的张志林就回言止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 我自己拍的时候没有太注意 因为有很多事情有兼顾嘛 我觉得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再犯了 非凡娱乐 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